分享的是這一篇文章 它大概就是說 去用一個物理系統 它隨時間演進的時候 那種程度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那個遞回 它一定是一個遞回的系統 那你可以把這件事情 跟我們在用個RNN 去做比對 然後你也可以讓這樣的物理系統 如果可以調它參數的話 你可以讓它去學習 就做一個分類器 或回規器這類的事情 那等一下我會回來講 那一開始先用兩張 我大概很短的講一下概念 就是說 這裡有個彈簧 它黏這一個質量 就是高中我們去解 那種很典型的問題 那你把它拉離開了平衡位置以後 它可能有個位移叫U 綠色那一個 那它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可以斷續的 斷斷續續的給它施下一個外力 或什麼樣子 那它會運動 也就是說 現在它 有一個拉伸的量 那 你給它一個作用 還有包含 給它這個系統裡面的參數 像是質量 那彈簧的彈力常數 那等一下 它的狀態 你有可能可以去算 如果裡面這些機制 了解的話 那 每一個不同的系統 它接下來的這個狀態 當然都不一定會一樣 那我們可能說 那個是要 描述它叫運動方程式 那 這裡我們就 先不管說具體的是什麼樣子 那 所以F5 那運動 Dynamic 來表示它就好了 那 類似的 就是說 如果說在 這裡面有一個噴流 那 這裡的量 沒關係 可能是 每一個位置 SY 這個位置上面 它的 某個東西的密度 或流速之類的 那 隨著T.m1 T.2 T.3 T.4 如果整個的噴流 眼鏡是這樣的樣子的話 那其實也是一個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 你知道了現在這個狀態 那 這裡除了時間以外 還加上它 有個空間的分布 那 你如果也知道了 在 什麼 你可能 有一個激發 就是說你去 再加水給它 或者是 再加一些衝擊給它 那 或加壓力給它的時候 那有外界的作用 還有這個系統本身的一些性質 那 經過了解它的性質 寫出方程式 運動方程式以後 你可以去 算 去估計 接下來一個時間 例如說 T.1加1 它的狀態 這也是一個例子 那 不管上面還是 這個例子 還是下面這個例子 那我們可以看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你知道了 某一個時候 這個系統狀態 叫U 或者 U of T 那 你 外界 如果給它一個 作用 一個影響 你也可以不加 你可以加 隨時間變化 這種作用給它 總和在一起 總和在一起 以後 它就會生成一個 下一個時刻 的 新的狀態 所以 這就 這樣的一個 疊代的過程 周而復習 就是 像是一個地回的這個系統 那 除了 你生成一個 U of T加1 這條線 拉出來以外 你當然也可以就 它原來這一個 實態的這個 U U加1 你可以去在 60丸U平方 你可以做輸出 或把U 做一些 取一個非線性的函數 帶進去 做一個非線性激發 你也可以外地 算出 這一個時刻 它的輸出叫Y 所以這就是 是一個地回的系統 那我們之前講的 RN 也就是說 在這裡面 的這個 迭代的關係裡面 是用像是 就是 連結這種 網路模型 去做計算去 做那個 forward 這個 influence 所以 像才蠻像的 那這一篇它 做的東西 其實是說 你可以想像說 就是一個 空的這個 空間 你在這中間 放一塊 綠色的特殊 材質的玻璃 你這樣想 那在這裡 有一個 就是打 光波進去的 這個 源頭 一個source 然後在這裡 放三個接收器 那它的物理系統 其實就是說 它把 例如說 我們要認一個 RUO 是R還是A 這兩個 這一個音的話 那你就先把 R這個音 把它打進去 那R這個音 有一個 duration 有一個時間 延時 那你就 在 例如說 0.1秒之內 如果有 你取1000個 材料的話 你就依序 T等於1 T等於1000 把它輸入進去 那 T等於1 輸入進去的時候 好 那 我問一下那個 指標是不是 你有當指標嗎 指標 因為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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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把它 應該要打開 好 快快講一下 就是 這是剛才講的 這個物理系統 那核心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狀態 還有作用 你可以根據 它的眼鏡 得到下一個狀態 那 在這裡呢 你 現在狀態 跟作用 那經過了一個 這個眼鏡以後呢 它會到下一個狀態 好 那 周二複時 這是一個地圍的系統 然後 在這個時候 它的這個 狀態 你也可以把它 例如說 取一個Pen 取一個Sigmoid 取一個平方 真的像剛剛 取一個高旋 你把它輸出 就叫做Y 那這個 很像我們的RNN RNN的R 那 這個是 這一篇文章 它 使用的這個系統 那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 想成說 是一個空的空間 這個可能是一個牆壁 這裡面灰色的這個地方 是空的空間 它這邊塞了一個特殊材質的玻璃 那 左邊這裡 它有一個激發源 你可能是打光進去 在0.1秒 例如說 的時間裡面 那 你 有 1000個彩樣 那 你在T等於0的時候 先 把這個 彩樣打進去 然後等它稍微 演進了 很短很短的時間以後 你在 T等於2的時候 也就是千萬分之1秒以後 你就把這裡面的這個光場的分布 跟下一個時刻在T等於2的時候 打進去的這個光 一起去算 再下一個時刻的這個分布 那 你也在這邊去拉出一些輸出 然後 在這個疑代的過程裡面呢 你可以去調它這個玻璃裡面的 這一個 材質的參數 然後 調成說 它會輸出你想要的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學習 好 那就從 比較細節的開始 好了 那 這個 一開始講一下 RNN本身 就是那種最 最普通的RNN 好 那 可能不用太多講 就是說 你的 上一個時刻的這個狀態 跟你進來的這個輸入 那線性組合以後 然後 飛行性激發 你就可以直接去 再帶到下一個時刻 那 你也可以把這個地方拉出來 去 做一些飛線性 然後 做一個輸出 Y 這就是RNN 那 你經過幾個前向傳遞以後 你去收集它的輸出 然後形成LOS 然後 看你怎麼選幾步 然後 你再 就我了解 你再回來 根據LOS再回來修正 這個參數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這個參數 並不是每一個時刻都不一樣 它其實都是同一組參數 再 傳遞好幾步 這樣子 好 這是一般的RNN 那 接下來講 一個物理的系統 那還是回到剛才講的那個 簡單的例子 那只是這裡我就試著把 它的 所謂的 動力的運動方程式寫下來 其實這也是我們高中學的這些東西而已 那 一開始 我們要描述這樣的力學系統 我們用F等MA 用第二電率 那 我直接寫成A等F 那 大概是說 這個加速度 或245分的東西 或很多人也熟悉了 就是你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差分 那你經過一下以後 你把它寫成一個差分 不知道怎麼是 那當然是一個近似 你時間越短的話 差分跟二次尾尾封 越越接近 那 時間第一個 就不能太長 然後 你經過一下以後 大致上會得到一個 T加1的狀態 這類狀態其實是為什麼 會等於現在狀態跟上一個時候的狀態 的一個組合就可以算出來 那一個trick或者是一個他們常常喜歡用的方法 就是說某種程度 一個高次的違背方案式 它都可以化成一個 異次違背方案式 只要你去擴展裡面變量的數目就好了 那這裡它就把它合併成說 好像是你這個時候的狀態 就直接決定下一個時候的狀態 把這個期間大概 我們可以再討論 或有問題就是我們可以再討論 那得到的是像這樣的一個式子 現在的狀態h 根據計算可以到下一個狀態的h 這裡h其實就是位移 只是它h是這個時候位移 跟上一個時候的位移在一起 那a就牽扯到這個系統的材料性質 和它到底是什麼 像這裡有彈簧 所以a這個橘子裡面包含了彈簧的質量 彈力長數這些東西 那這裡的x基本上就是外力 就是我在眼睛的過程中 我斷斷續續給它施加外力 所以看到這個形式 那也就是說 這裡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講 在一般的rn裡面 你要讓它真正能分類出東西來的話 那你需要一些飛線性來去調整它的特徵的整個空間量 那這裡我們如果真的要讓這個東西能成功的話 我們需要一些飛線性的 那也就是說 你一個物理系統你要讓它可以變成 可以分的好東西的時候 那它可能要有你的關係的這個量的一些飛線性進去 那在這裡看起來好像是線性的 其實這個a是一個飛線性的矩陣的 它跟你的這個位其實要有關係 如果它只是線性沒有關係的話 就算它會隨時時間變化 你可以調它 它還是線性的 這是我們等一下會再看到的 那我把剛才那個結果 過程其實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那這個結果我把它再抄下來 因為在這篇文章裡面的形式是一樣的 那看這個式子 那乍看起來就是說 你上一個時候的這個狀態 在我這裡當然是你的位移 它經過一個非線性函數以後 得到a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這個矩陣其實要跟你這個h有關係 要跟你的位移要有關係 然後再把它本身跟這個a乘起來 就是本身跟這個a線性乘起來 再加上你外界的影響 外界的輸入 像是剛才rm裡面的s 然後就送到下一個時候 我們暫時先不管說 它怎麼去生成這個y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會有一些些不一樣的 上面這個是現在今天談的這個物理系統 講的是談話 等一下的波動傳遞的這個系統也是一樣 還有我把rm的那個圖也是再拿下來 先不要管這個 它這裡只是強調說 我們rm Vanilla的這個版本 你x跟你做線性組合 用那個w可能是一個全連接的 所以這邊它強調說你寫成取證的時候 裡面密密麻麻的都可以有 這個別管它 基本上就是線性組合 以後再做一個非線性的激發 然後再送下去 這裡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上一個16進來以後 它成的矩陣是原來這個輸入的 非線性的一個函數 在這裡有非線性 這個a裡面有非線性 然後再直接跟後面做線性組合 就出去了 這邊沒有一個非線性的激發 就在這裡有些不同 那講了這個彈簧的系統以後 還有講了它跟rm的一個類似的樣子以後 就我們 不好意思 就是 接下來就講這個波動系統本身 不過我稍微提一下那個訓練過程 大概就是說你輸入了訓號 那你先採樣 看你要採多密 然後在每個時候的數值進來 然後你上一個時候的這個系統的這個特性 跟它合在一起 然後做輸出 那你也可以再把這個輸出 做一些非線性的這個激發 然後得到輸出這樣子 就是典型的訓練過程 那就講這個波動的系統本身 就在一開始講 它的安排是像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這裡實際上它建議的 它在它的這個就是附加的這個材料裡面 就是它用它建議的是光還有這個聲波 那其實還有一些它說有可能的 就是說像在地聲波上面運用 還有水波的表面 水的表面波 不過它講的比較具體的其實是光波 還有講的是這個聲波 尤其是光波 它就我剛剛講的 你想像成說這是一個特殊材質的這個玻璃 那這個玻璃它的這一塊 我們希望能做到說 在1000x1000的這麼多的格子裡面 每一個區域你都要能去設計 都可以去pattern它的這個材質的特性 就是選不一樣的這個 你可以清晰到在這些地方它的這個玻璃的材質都會有微調 都可以不一樣的這樣子 那這裡我剛剛講的說就是由一組倒光這樣打進來 以後呢它就經過眼鏡以後 然後我們在這邊去取這個輸出 這就是它的這個系統 那這裡的非線性是用那個curr effect去做的 那細部我先不講 我們先抓它大概的類比較好了 那它在聲波的這個例子裡面呢 它是把一些材料去放在那個 我講錯了不好意思 它在一個液體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些氣泡 那這樣的東西 它的聲波會跟你的那個壓力波傳 傳過去的壓力波會有非線性的關係 其實它本質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說一個材料是軟的 我們常常說普克定律意思就是說 你施加一個力量的時候 然後它會產生硬變 那所沒有講的事情其實是說 你力量大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例如說你壓這個桌子 力量大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你會把桌子壓壞掉 所以到後來它不會是線性的 東西如果它軟的時候 它是線性區域就很短 所以在有些材料裡面 軟的材料 或者說剛剛那個氣泡那個東西裡面 它有非線性我朋友打出來 那總而言之 這是它建議的一個系統 那有一些細節是說 這旁邊這一個牆呢 是可以吸收能量 會有damping的 會有衰減的材質 因為你從物理的角度來講 你能量一直打進去 它缺述不來的話 那它能量一定會一直升高 這件事情會有問題 那這裡就是指說 在訓練的過程裡面 你不斷的去調裡面的這個參數 也就調這個材質 那慢慢的可以調成說 輸出會是你想要的這種結果 等一下我再講一些事情 基本上這都是模擬的 因為它並沒有講說 你在一個物理的材料 然後你在中間還能一直用物理的方式 去改它的這個參數 改它的材料性質 我看起來是 你先用數值模擬出一個可行的分類型 以後再把它做成物理系統 專門用來做快速inference 那在這裡面它學習的任務是 就是去認那些音 就是認這三個 A A Head 然後Head 這個A 還有He 這三個音 它這三種音呢 總共有279個小的段落 那收集是從 上面這邊講的就是 男女都有 還有 其實它有其他不同的音 裡面選出來 它想 讓你的這個機器 可以聽到這個音以後 可以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音 那它的結果是這樣 它左邊這個column 就是訓練的資料 那一開始隨機設置 或者是這些材料參數的時候 一分當然不會分好 就是什麼樣奇怪怪的東西都有 那最後結果呢 會 大家都會在對角線上面 Accuracy就會比較高 那 這一個是 Test的資料 那 它一開始有分一部分Test出來 那一開始也是不行 後來就訓練比較好 結果大概是列在這邊 93%跟大概86%左右 那這也是典型的 隨著這個epoch去看看它的Loss 跟它的Accuracy 那這裡比較有趣的事情是說 它在這裡的Loss是什麼東西 這裡是分類在它用的是Categorical的Cross Entry 不過它的其實是它在上面這個地方去收集的不是 有時候我們RNN會找最後一個時刻它的輸出來當作答案 預測的答案 它這裡其實是在整個傳遞的這個時間裡面去收集這裡得到的這個能量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在一個普通的RNN裡面 在每一個時刻都拉出它對應的這個能量 然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用這個數值 跟另外兩類 那種或三類一起做Soft Max 去做Procentral 比較像是這樣 就是它是用機具的Accumulate的這個能量去做 就是跟我們平常遇到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既然它的預測是用機具累積的能量的話 意思就是說 不好意思跳來跳去 那我們再看這個設置本身 如果說今天來進來的是這個第一個音 那你上面這個東西呢 希望它 所以它最強的話就是預測第一個音 那也就是說 你希望它最後會調成黃色的音進來以後 它能量都留上最上面 那訓練出來的 如果是紅色這個音進來的時候 它能量會留到最下面 因為最下面這個 它收集的機具的能量 就是對應認到的第三個 所以你看它最後訓練完成的東西長這樣 如果是這個音的時候呢 它能量會留到最下面 其實這裡 不好意思 怎麼放大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其實這裡有三個 一二三 三個那個Sensor 去量的累積的能量 你這個會留到最後這個去 然後有一個音呢 會留到中間去 另外一個音的時候 會往上面留 那 這就堅持到說 你看它這個訓練過程到最後面 它的綠色其實指的是這個波速 越暗的話波速就越低 越亮的話波速就越高 你看它訓練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這慢慢會有通道跑出來 就是會有一些低速的這個通道 其實就是光線啦 你如果是一個光線 光在真空裡面速度最快 那你在玻璃裡面折射率比較大 波速比較慢 那光線其實是一個低速的通道 然後再因為那個斯坦爾電率 然後它會 再大過某個路射角 它會被拉回來 所以一直就輸不去 所以這有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它慢慢會形成一些通道 讓它的能量做這種導引 這是它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那還有如果說看這樣的一個東西 因為這裡是一個訊號 那有時候我們去對訊號做分類的時候 你去把它拿來做複裂 就是做一個複裂轉換 你看它那些pick的樣子 看它噪音多少 你都可以猜 你可以都做分類 就是比較trivial的工作 那對於那樣的工作 你做幹嘛要用這種東西呢 那它是跟你講說 你如果把這些訊號 例如說把剛剛那三種的音 去看它的平均分布 可能會得到一個紅色的這個線 然後第二種 你可能得到這個橘色的線 你把三種放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發現它差的沒那麼多 所以你拿這種頻譜分布 直接要去把它分開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它覺得這是一個 不是那麼trivial的工作 所以它是講這樣的事情 好,那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我就不細講 那第一點是講說 我看起來有些痛道 應該是有這個特性 然後它列的這個非線性呢 就這個式子 我們看看就好 那怎麼實現這樣的東西 它在它的補充材料裡面有講 然後 這裡我想講的事情是說 如果你進來這個訊號的變化很快的話 那因為你進來的訊號 它需要時間傳遞 它也需要時間去演進 所以你進來的訊號變化太快的時候呢 它的系統會來不及演進 所以裡面的這個系統的波的速度 會決定你處理這個東西的能力這樣子 還有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們剛剛講可以調的參數 其實就是 就是我剛剛講 切成1000x1000 各每一個地方它的那個 材料的特性 要能去設計 那 你能把它切得越細的話 你當然參數越多 如果你的Model的可以調的參數多的話 那你的那個capacity就會比較大 所以你的任務如果複雜的話 你可能要衡量一下說 到底你公益能力有沒有到那個程度 好 那它這裡最後 它有在比較說 普通的 一般的RNN 它的參數量跟它 這裡的 就是一個 物理系統模擬的 這個 地位系統的參數量 它覺得它們這個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就看一看它的評論就好 那 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情是說 它在去做這裡的設計的時候呢 它不是真的把它 譬如說 切成1000x1000格 這麼小細的格子 我覺得比較像是說 像我們 policy 就是 有時候我們想要 弄一個空間分布的時候 我們可以全代之用一些函數組 然後調它的參數 來去形成這種幾乎變化 你不用每個位置都去 讓它改變這樣子 這樣參數會比較少 那它也有提到像這樣的事情 好 那也有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覺 那我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大部分都是問號 那我看起來它是 一開始我想說 你要怎麼 讓一個物理系統能訓練 尤其是 fake propagation 調參數這件事情 因為很難 然後 後來我想好像 它也不是講這樣的事情 講比較像我剛剛猜的 可能是比較 是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那 既然物理系統沒有實現的話 那就 會不會有一點空想 可是我覺得 我現在看的觀點 反而變成是說 我們大家常常會講說 喔 這種架構 因為我之前 讀了這篇那篇 這篇文章以後 覺得這種架構 好像可以實現某件事情 可真正資料進去的時候 那個任務訓練 不訓練得起來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沒有理論 就是在神經網路的 就這些裡面 理論都不 沒有強制到說 你可以做可能 細緻的分析這樣子 那就是試 那它這邊起碼就是 盡可能的 模擬跟物理系統 試給你看 所以它可以分這些音 所以我覺得是它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 大部分我就不講 那 有一件 一兩件 就是 我覺得像這樣的系統 要跟我們 因為現在這些 深度學習的這些模型 經學的模型 進展很快 隔三差五就會 就是雙向的 或者是其他的 到後來就是些更複雜的 Transformers這些東西 那要把這些 這些跌代很快的模型 跟物理掛上關係 我覺得也很難 因為你看 這個最簡單的東西 它 兩個要類比 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而且你要怎麼把我們 在 城市上可以很自由變化的 那個架構 轉換一個到 好像有類似的東西 物理架構去實現它 就是很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點 然後 大概是這樣子 我可以提一些事情 就是說 這個系統有沒有辦法 連訓練都用物理系統去做 那 第一感覺是很難 因為你要 因為真的物理系統 沒有什麼背向成立這件事情 那 再來 你要做 Batch Chaining 你要一次很多的 Sample進去 那我們在 計算機裡面 做可以 因為你可以平行去做計算 或一起丟進去 可是 真正物理系統裡面 你 譬如說兩個訊號 就算它進去的訊號 可以用線性疊加進去 那 非線性可能會把那些 例如說你可能希望的是 訊號1的結果 算出來 訊號2的結果算出來 你把兩個做線性結合以後 你丟進去 裡面是非線性的 那它輸出的結果 可能根本不是1和2的 特別的結果 你要怎麼把它分開來 這些事情 那 好 那 可能 大概就這樣子 那 本來我是想 其實來不及了 就是我本來想 弄一個就是最 就把剛才的這個系統 就切成 3、4、12格 然後 就大概可以看到 這件事情其實是 可以 可以算的 這樣 那這個 Stimulation是在什麼 我看是Python 欸 我看你的Python PyTorch 這樣子 對 它用addon 對 就算不是Python那些 我覺得 也是我們常看到那些 東西這樣子 然後 那些 方程式 我覺得 就是矩正乘法 和加法 所以 應該也是 背向存在可以 就可以 那 怎麼在這個 Stimulation環境去模擬 那些 物理的特性 喔 好 可以做 在這些環境裡面就是模擬 模擬物理的特性 對 對 那它 Award Implement 在 Python上面 還是它用到什麼 物理套件 我不確定 可是我覺得 不能不用 這邊好像寫Custom Package 應該是他們自己寫的 套件 還是什麼 有可能 我想像中華 整件事情 我們 就是用Python 應該可以寫的 但有一些細節啦 裡面會有些事情 可是你像一般 在去 Physical simulation 你會有一個 做一個 simulation 對 對 不過那些 我覺得 你也可以用Portion寫 就是你當然可以加快它 還是什麼的 他可能 可能就是剛剛 你的朋友講 就是說他 也許有一個 Python 靠環境 靠建設 如果只是要讓他 可以跑起來的話 感覺 就還好 就是他牽涉的東西好像 我們獨公 沒有我指的是 所以其實他 他要 simulate 那個physics 對 environment的細節 就是 其實千層道的東西 夠單純 就是他只有一個 很簡單的播放程式而已 所以 我這裡做的事情 最後面這個 附路做的事情 我們可能不用講 可是 我是說 我盡量把它細節 就填補了 那你填補到後來 你就發現說 就類似的放程式 跟聖動的放程式差不多 其實裡面的決定比較大 因為他 這 這 實驗裡面基本上 就是 大概就用這些東西 分波 大概就用這一類的事情 那具體的細節 大概是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 我 我猜測這邊論文 想要表達 就是說 我們可以 利用simulation 來找到一個 可行的 physical system 可以把它實做出來 對 我覺得 我也是這樣看 就變成說 在device 因為我們不可能 在沒有足夠的 background data 實驗的一些 數據結果之前 把physical system 照出來 所以 是不是 可以透過 這樣的一個 跟rm的一個 對應的 類比 關係 那 假設我們今天要把 rm input 在device 斷 那 這種是一個 快速的 方法 對 對 我是這樣想 或者是說 甚至是 所以它這個有針對性嗎 它是要 要去 simulate一個 rm的 system 我覺得應該是說 simulate一個物理系統 然後它有recurrent 這件事情 然後它告訴你說 它跟rm可以做到 這一次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裡面也沒有rm 那 這裡我有寫好 就是我剛剛沒有細講 就是說 你 模擬出來的這個東西 rm 跟你 真正去做那些東西的時候 發生的物理效應 到底會不會像 就是 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很多 物理系統 rm 在這種 光波島 這種 或者說 集體光學上面的模擬 可能 可以到還蠻像的地步 這樣子 那它最後再做測試 那也是模擬嗎 都模擬 這全部都是 沒有數 數極的 沒有實際的一個 可以和device 對 我本來是覺得說 沒有v3.device 那這樣好像 因為它上的那個 那個文章的那個 citation index 有12 13 我就想 那所以我模擬可以到12 可是後來我想 覺得我自己想的 太不對 因為 對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覺得 你根本 講一講說 好像可以做分類 可是你都不知道 然後它模擬了 我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 聽起來還算是 很 就在這個方向上面 很前期的研究 對 因為它 我聽到的感覺 它像 你現在現在在device端的方法 我們是在構建 比如說 由於材料而言 對 它是在 從最基本的半導體物理 它是在構建一個neuron的 一個neuron network的一個單一 特性 所以什麼 neuron morphing 各什麼東西 就是 實際的 我們在整個neuron network裡面的一個neuron 它需要 abive activation function 或是更生物 multivate 更像生物的那樣 都會 圓件 整個neuron 一個一個個的圓件 對 都起來 就像我們 現在半導體的那些 邏輯雜 free flub 邏輯雜組成free flub 然後最後 整個 VLSR 這樣 那 neuron network 現在在主流 在 從半導體物理 最底層的圓件 一直到 到chip 看起來都是 就是 組在一起 但是這個特性 它是 simulate一個 可能可以的 physical system 對 直接把 這個模型 喔 想用這樣的一個physical system 把它 實現化 我覺得 可能不是把它實現成物質 然後 我 因為這裡 就算可以的話 你看 剛剛已經有點不太相同了 機制已經不太相同了 我們普通RN 它也沒有內部說 propagation 需要一點時間 它內部要調整這件事 都沒有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一些好的RN的系統 我以為 從什麼 GR GRU到LSTM by direction 後面一堆東西 我覺得 但是要弄上一步一種幾乎就很 對啊 應該是幾乎不可能 對 幾乎很難很難 那它 它是不是有可能就是 假設 這個國小這還要很久啦 很久以後 是不是未來 很有機會 如果這部分有得到 進一步 後面很多人去拓展 這樣的一個 研究的進展 是不是有可能 帶一個原件 就有這樣的特性 有可能 或者是它有沒有辦法把一些很 代表現 就是一個 我講的就是一個 一個原件就是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可以 有可能可以 不是說把去實現 我現在很複雜的RN 是相對單純的 的RN 然後利用這樣的一個 就變成說 它以前不是 這裏的Nuron為單位 它現在是一個簡單 RN Block為單位 是不是 未來可以 它有可能 可以做到 就是它原件不再是 Nuron Nuron 堆砌起來 Nuron 而是 Module 堆起來 Nuron 那每個Module 在這個Case 裡面就是一個 RN 我是這樣覺得 對 那 R 呢 它 它 或許 它可以 類比到 到 原本的 這個 Nuron RN的系統 那 這個系統 可能是 就已經是個 Nuron 內容 那這個 基本上 它不處理 內部細節的 個別的Nuron 對 它整體就是一個 我想的事情 在考慮事情 就是說 我們今天說 它一個RNN 好像可以 推到一個東西 這樣很好 可是它能做多小 看起來 機體光學可以做很小 可是其實 我們普通RNN 也並不是每個東西都做出來 就是一個很小的晶片 它都算完所有事情 然後說它快 Inference 可能真的很快 可是有時候像 你要跟其他東西去接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接 然後有沒有一個 拆好一個 一個的模組 它可以做堆疊 要Transform 我覺得這個還 以學術界 還有很多的Explorer 但到底燒業化 還久 對 很久 它有提到一件事情還蠻好 就是說 它說這個可以先面 可以面向 比較科學上面的儀器 就是說 超高速的 脈衝的Pattern 因為它不需要那麼多 各式通用性嘛 各式各樣還有語音啊 還有什麼文字啊 什麼都不用 那它就是 它可以買出那個需求 它儲存一塊 然後任務代理 要任Pattern 它有這樣子的事情 一支光雷射啊 然後 然後 之前好像前幾年 好像去年還前幾年 好像有 就是看理書上會講說 用 呃 實現神經網路好像是用 光子晶體還是用什麼 有啊 這其實 用光的系統 其實 在上一次 Newon Neo復興的時候 就已經有在研究 對 所以它在實現上面 除了電子光 光學的系統 那只是說 商業化來講 目前啊 那邊都還很遠 但成延越來越來越 那個都已經幾十年了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問 其他問題 好 謝謝 喜歡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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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